大家好 节目开始前呀 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喜讯啊 这个是我来前啊 就是看到的奥运赛场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这个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中啊 台湾选手呢打败了中国选手 获得了第一 中国选手呢获得了第二 然后呢在这个领奖台上呢 台湾选手呢站到中间 中国选手呢站在旁边 这两位中国选手呀不得不听啊 这个中华民国国歌 这一幕呢还挺有喜剧感的 我不知道这一幕啊 让这个大陆的五毛粉红看了以后啊 做何感想 是不是又要去怨裁判不公 还是怨这个天气不好 还是怨这个日本的食物不好 中国运动员没吃好 所以发挥不好 反正不是中国队不行 肯定会有客观原因吧 那么在中国的五毛粉红看来啊 中国的羽毛球乒乓球呀 几乎就是横扫全世界 那么打个台湾选手 那是不在话下 但是这一次呢 就是实实在在打了脸 这个男子双打的 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但是这一次呢 被台湾选手拿下 那你想一想 这样这个中国的五毛粉红 脸往哪放呢 因为我是在做节目前呢 我看了一眼就过来了 我也不是专门做这个体育评论的 那么我也把它当作一个喜事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确实值得庆贺 像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 能在这次奥运会上呢 拿了这么好几本金牌了 还是挺不容易的 进步也挺快的 另外呢 现在这种台湾选手 香港选手拿这个金牌呢 确实啊 也是狠狠的抽了 国内那些五毛粉红一耳光 他们认为啊 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 是很先进的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特别是在这种体育这个事情上 那么这不是让人打脸了吗 你这种举国体制 那你看看这届的奥运会 大型项目有没有成功的 就是在这种个人技巧方面的比赛 那么这届奥运会上 也不是出现了很多意外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举国体制啊 它有它的先进性 但是总体来说 它是必大于这个力的 因为像国外这种的自由选拔呢 这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 它爱好这个东西 它就去搞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么中国那种就不好说了 你的不光有天赋 你看它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从小就进不了体校 你咋能进入了省队呢 你咋能进入了国家队呢 所以说它那种体制 就造就了这个东西啊 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雄岸新区 雄岸新区呢 现在是传出来了一个大新闻 可以说习近平啊 放弃了雄岸新区 这个呢 它是有个文件 我来先把文件给大家读一下啊 在7月的29日 河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24次会议通过的 河北雄岸新区条例规定 雄岸新区管理委员会 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参照行使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 行使国家和河北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就等于说呀 它就变成了一个神鼠式 这个本来雄岸新区呢 是习近平清点的 要把它弄成这个中央直属式 就是将来呢 承接首都的政治职能 将来可能中国的这种行政机构 都要搬到雄岸新区去 这是当年的千年大计 雄岸新区 就是规划的这样一个蓝图 就是雄岸新区一旦建成以后 它将会承接北京的首都功能 就说那些政治功能吧 而且据说呢 要把雄岸新区呢 打造成共产主义的实验点 你看当时的这个利益啊 是多么高原 千年大计 那么现在他讲了那么长一段话啊 就是云里雾里的 实际说成白话呢 就是雄岸从国家直属新区呢 较为河北省的普通城市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从雄岸新区 现在建设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雄岸新区就彻底废了 这就成为啊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烂尾城市 大家听说过这个烂尾楼 听说过这个烂尾社区 还有那种烂尾的开发区 对不对 这呢 就是给你搞了一个烂尾的城市 这就是习近平上台这十年来啊 搞的这个事情 这个习近平啊 把这个雄岸新区啊 搞成一个烂尾市啊 我看呀 这个习近平啊 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大的败家子了 真是这样的 等于说他败了这么多钱呢 没搞出一个事情来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历朝历代呢 都有这个败家子 有的是把几代皇帝攒的钱呢 都花完了 然后干了一个伟大工程 那最起码那个东西还在嘛 那现在习近平呢 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钱呢 拿出来搞这个雄岸新区呢 弄了一个烂尾的东西 这个就让人觉得说不过去了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现在网上呢 很多人说呀 他为什么把这个雄岸新区否定了啊 就说呀 这个雄岸新区 它是个低洼区 如果遇到百年一遇的这个洪灾呢 这个水啊将淹到三米以上 有的地方呢 甚至能达到十米 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怕这个水淹 这个啊 把它最早定义成这个雄岸新区的时候 实际就有专家指出这个问题 因为你是在白洋店旁边去修的嘛 白洋店 它正是因为地势低 它才能形成了那样一个湖嘛 对不对 那么你想 这个雄岸新区 它肯定也是在一个低洼地嘛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把雄岸新区放弃了呢 这个怕水淹 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假如说习近平继续看好这个项目 而且这个雄岸新区呢 搞的是争争日上 那么哪怕是我弄一个堤坝 把这个城市围起来 他也会去弄的 大家想 按照习近平这个性格 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当年说要建这个的时候 那么肯定是都有各方面的意见嘛 这个怕水淹这个事情 肯定也有人提出来 为什么没有当做一个头等的大事去重视呢 证明这种水淹这种的灾祸呢 还不足以低档雄岸新区的建设 所以这个水淹说 我认为是靠不住的 那么什么东西能靠得住呢 我觉得是风水 可能是这个挂象变子 我们不要以为习近平啊 他是个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内心啊 他从来不信仰共产主义 他肯定是非常迷信风水的 他为什么要搞雄岸新区呢 就是因为当时他找人算了啊 这个北京的风水呢 已经不好了 这个风水要移一移 就要往雄岸这个地方移 据说呢 这个大事给他看了以后呢 说你一旦把这个首都呀 移到雄岸去以后呢 那么你将是有一个龙心之士 你将会奠定千年的基业 所以呢 他才下决心呢 往这个地方去搬风水 所以大家要看好啊 他们是非常迷信的 包括他把他父亲的坟墓 在富贫那个地方 修的那么大 他都是认为 这个是风水对他是有利的 所以他才能当上这个 中国的领袖 包括前几年 为什么要整治这个秦岭别墅呢 实际啊 这个算命大师也跟他说了 这个秦岭呢 就是你习近平的龙脉 那么你这个龙脉上面呢 让这些贪官污吏啊 让这些土豪猎身呢 盖了那么多的别墅 那么怎么能安静呢 况且这个里头呢 还住了几万这个隐修的人员 这些人一天给你念就歪金 你能answer吗 所以习近平才下了这个 清岭清岭这个命令吗 他不但把别墅拆了 把这个清岭 周南山段的很多隐士啊 也从山里头全都赶出来了 所以他是非常迷信的 另外共产党人讲迷信 不是习近平讲迷信呀 这里头最讲迷信的 就是那个毛泽东嘛 毛泽东他在陕北待了13年 在陕北取得了江山 但是他一旦东渡黄河以后 再没有回过陕北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去一趟呀 按照他的说法是陕北的小米养活了他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去呢 这个在最高领导人里头 只有周恩兰回去过一趟 老毛是没有回去 那么这个呢 也是有挂项的 当年呀 这个国共开战以后呢 就是派这个胡宗南到陕北搅共 当时胡宗南也是很狂的 那就说呀 三个月就要把陕北的共军消灭 那么当时啊 陕北的情况呢 对中共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他的主力已经全部东渡黄河了 他在陕北呢 就没有主力部队 就是有那个两三万的杂牌军吧 就不算是主力部队 所以这个时候 党中央都决定呢 让毛泽东呢 也渡过黄河 但是老毛这个人呢 还是有点主意的 他跑到黄河边上以后 如果大家去过这个陕北的嘉县啊 那里有个白云冠 那么他到了这个白云冠这个地方以后呢 他就想呀 我是这个中共的领袖 那么我要是也东渡黄河了呢 这个让人们呢 就觉得共产党就溃逃了 陕北根据地的这个老百姓的民心腔不稳 那么他就不想东渡黄河 他就想留在陕北 另外他这个人呢 本来就非常倔 他就是自己决定的事呢 一般人呢 还轻易改变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人给他说呀 这个白云冠里头呢 有一个道士 这个签呀 抽得非常转 要不然主席也上去问一挂 那么这个老毛呢 就进了这个白云冠 找到了这个道长 然后呢 就是问了一下这个凶级吧 然后这个道士就跟他说呢 你尽管留在陕北 没有大的凶像 所以老毛就吃了个定心丸 然后呢 老毛又问他的这个将来啊 然后这个道士呢 就让他抽一根签 所以这个老毛呢 一摇呢 就摇出一个四十三签 那么这个四十三签的挂象 实际上呢 就是八三四一 然后老毛呢 让这个道士给他解这个签呢 这个道士就说 天机不可泄露 你自己去体会吧 然后呢 这个老毛呢 就是牢记这个八三四一 然后他最后取得天下以后呢 他就把他的卫书部队呢 就改成了八三四一部队 当时也看不清楚啊 这个八三四一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最后呢 老毛死了以后呢 后人给他解这个签呢 就说是老毛呢 活八十三岁 然后呢 执掌这个中共呢 四十一年 刚好也符合这个情况 这就是毛太祖的故事 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就啊 我相信 他是非常非常迷信的 你看他做的那一些事情 先修他们家的祖坟 然后把这个秦岭啊 把这个龙脉打扫干净 然后要迁都到雄安新区去 结果呢 为什么现在雄安就烂了呢 我觉得呢 他可能是又算卦 所以这个迷信的人啊 他做的一些事情呢 是常人看不来的 那么这里头存在着几个问题啊 就是他把这个雄安新区呢 就是使劲往那见 但是这个人气呢 怎么堆都堆不起来 那么他就产生了疑问 是不是给他第一个 看风水的人呢 是一个骗子 水平不行 没有达到这个 袁天刚刘伯温那种程度 是骗习近平的 这习近平在这折腾了半天呢 天下并没有太平 是不是他重坏了一个风水师 然后呢 就给他重新看了一挂 就说呀 雄安这个地方呀 并不是龙心之地 你还是放弃吧 另外习近平一想 确实呀 这个雄安新区 吆喝了这么多年 搞得是个不死不活 那么就放弃吧 从想其他的办法 那么我们另外再看啊 就是这次河南发大水 习近平为什么跑到西藏去呢 这个让一般人都想不通的 这个啊 如果说没有算过命的人啊 就不知道这个 在江泰公园没有授起之前呢 我也是比较信这个的 那么我也认识一个啊 就是在算命方面啊 非常厉害的人 让我来说呢 这个人还是真有水平的 他可不是江湖骗子啊 还是挺有点水平的 那么他就是摇这个铜钱挂 然后看你的这个胸肌 然后给你指明方向 他也不说透 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假如说你有一个灾祸 最近他一算 算出这个灾祸 那么这个事情你怎么去躲呢 然后他按照这个挂项呢 就给你说 比方说你这个祸事呢 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然后你现在呢 要到哪个方向去躲多少天 然后可能回来呢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我介绍的一些朋友啊 就是在他这看这个挂项啊 就是很多事情呢 还都是硬见的 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的挂项就是这样指的 比方说吧 我太太呢 有一天有个事情不顺 他就去摇这个挂 按照这个挂项指导呢 说你到这个东北啊 去待上十天 然后再回来呢 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会有变化 然后呢 去待了十天回来呢 这个事情果真有变化 那么这种事情呢 实际很多 那么我在这呢 也不一一列举了 这个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那么现在呢 像我这个皈依的主以后呢 就不算命了 但是算命那个事情 还是有很多人在做 那么像习近平这样的人 掌握天下生死的人 他一定要算命的 他不算命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看到这个天象的 所以习近平到这个西藏去呢 可能就是这个大师给他说了 你有一个什么不顺的事情 或者是中央要发大水 你要到西藏去 避这个灾祸 或者是求什么东西 这个都有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也不要把他们想的啊 那么高深 什么东西呢 他都能计算的非常好 对吧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熊岸新区吧 如果我们按照一个 现代城市的规划来看 那么他这个就是完全一个败笔嘛 首先离北京那么近 然后那个地方呢 又缺水 还是个高污染的地区 然后呢 又是在一个低洼带 对不对 你怎么能搞起来呢 这个风水就是有问题的嘛 那么你看当时啊 他给那么多国营企业下命令 让这些企业搬迁过去 这些企业都是给他打这个马虎眼啊 就是忽悠他 实际上这些企业都不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啊 也算挂 你们不要不相信啊 我说的那个朋友 最后就是到一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头呀 去当那个副总 你说他干什么呢 就是做这些预测嘛 对不对 就是这么回事 不要把这些人说的太神秘 他们可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搞不明白的时候 就是在那求神拜佛 就是抽签问贯 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雄员兴趣啊 花了几千亿 现在成了一个烂尾城市 那么为什么他突然就烂了呢 那么作为习近平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 他对这个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的认识又那么少 那么他相信啥呢 相信感觉嘛 感觉谁指引呢 就是这些大师来指引嘛 那么最近他肯定是抽了一挂 一看这个事情搞不成 算了 就把他废了 所以现在雄安新区就是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河北省的普通城市 那么不知道呀 这个雄安新区呀 又把老百姓的多少血汗呀 给埋到里头了 反正呢 中国这些韭菜呢 就是这些被收割的命 领导人去浪费的这些东西呢 他可能还替领导人呢 拍手叫考 他岂不知道这些钱呀 都是这个共产党割韭菜割来的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是歪说 从这个风水上面来说的 就是你用科学解释不清习近平 为什么放弃这个雄安新区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中国官员 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性风水这一块 那这个解释也许能解释得通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